嗨,大家好,我是灯,我是一个在意大利留学的小姑娘,老公 这是我第一次录视频,其实我想录视频满长时间了 但是吧,一直没有勇气 为什么今天才开始呢? 因为我今天特别兴奋,我今天受到了一件 我种草已久很想买时间很长的一件东西 就是这个 Luna Luna Mini 2的二代的这样一个洗脸机 嗯,对 大家试着,我说到以后它比我想象的要柔软很多 然后我之前没有摸过它,这是我第一次摸它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敏感机 其实我对这种洗脸的机器一直还抱着有一种尝试的心态 然后这件商品对我而言已经非常的昂贵了 因为最近我看到Dogglass在打折25%的折扣 所以我就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就把它买了 所以这是我比较昂贵的一件商品 第二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是miumium的香水 这一件,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好闻的一个花香味 而且这个瓶身自带网红气质用的,非常漂亮 这个章子看着就很想买,因为这个单价比较高 所以我买的是一个比较小号的,只有30毛的一个大小 这个味道就是闻了你完全不会因为时间就感觉到焰粉的一个味道 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的一个花香味的香水 我觉得我这我在买香水上才比较忍心下手 之后我囤了一些芡儿式的这东西 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东西在达30% 然后有一部分在就是有20%的折扣 然后就是必须要用嘛,然后所以我就买了 一个是这个金盏花的一个爽肤水 它是一个小层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没事我平时在家囤一屏 有时候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就感觉比较安心,我可以有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呀 净白金华还是亮白金华 反正就是这个,对你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我这次买的是一个大瓶的 我之前买过一个小瓶的 我觉得在我脸上还蛮看得到效果的 然后我那个已经用了一半了 所以我又囤了一只 然后我用的一段时间下来 我觉得我的脸有变明亮 然后就是你的脸变明亮之后 我觉得变亮了以后就会发现 还蛮多问题的 比如说一些很小很小的痘痘 就是我不是会满脸抱很大的痘痘 但偶尔会起一些小的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红红的 就是我变白了之后 我发现这些红红的非常明显 以前黑的时候 这几件就是欠儿式的两个霜 一个是无油配方的 一个是高保湿面霜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冲天用 很快就到了 这个是我常年会囤货的一只 就是我到冬天我都会买它 然后因为我觉得冬天 有时候比较干燥的时候 我用它觉得很舒服 就是或者你皮肤敏感的时候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 你不想用很多有负担的东西的时候 我一般会用它 你比较便宜 像大家说什么 什么各种海兰之谜呢 什么对于修复啊 恢复皮肤有很好的作用啊 但是太贵了 我想我可能会是之后一个 经常分享比较便宜东西的一个播种 然后之后就是 我上个月买了几件 我上个月买了一件彩妆品 就是这个too face的这个眼影盘 桃子味的这个眼影盘 我已经用过了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自己常用的颜色 其实是这一半部分的 这一个区域的 然后比较粉粉的橘橘的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颜色是 这个颜色 然后我通常会用粉色的 先做一个打底 然后用一个比较 就是用一个亚光色作为打底 然后用一个稍微粉一点的 画在眼褶线上 然后用一点点一点深色的压一下就好了 就是比较日常的妆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几句 我这个月比较爱用的口红 其实我的口红也不是很多 也就只有十几只 二十来只吧 然后第一件是这个 阿曼尼的 504号 是这个 然后这是在我手上的颜色 我是属于黄二白白 黄二白黄三白 嗯我很黄很黑 然后这是在我手上 然后我今天最上用的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偏粉调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在我脸上 我没有觉得就是会让我显得特别黄 特别黑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我今天是薄产 然后另外一个吧 是VAL索尤的 12号 这 这次我买很久了 然后它比较润 不是今年的新款 是这种圆管的12号 它是一点点 它是橘调的颜色 我通常都会在唇部 嘴巴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擦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Candy推荐 Candy的Double Dare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只颜色 我上课啊什么的 我都会擦 我觉得 反而 这只颜色在我脸上 这个 然后在我脸上 我没有化妆的时候 甚至比如说我只打了底妆 然后花一点眉毛的情况下 它擦在我的嘴上 很显气色 并没有会觉得 因为这个唇膏的颜色 饱和度比较低 然后你反而要化一个大盲妆 才显得气色比较好 反而没有 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很日常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只 经常在我的包里 就是这 好 以上这些就是我这次 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我的下面按一个赞 如果你比喜欢多一点点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想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录视频 各种尴尬 尬聊什么表现不好的那些地方 我以后会越来越努力的 这次的视频就这样了 好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